周五 中共官媒新华社先公布了 五省区一把手的人事任免 包括许晴任黑龙江省委委员 书记 易烈红任江西省委书记 吴正龙任江苏省委书记 张庆伟任湖南省委书记 王军正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当天稍晚又公布了云南和广西的人事任免 刘宁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 王宁任云南省委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提拔为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军正 此前曾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 是今年三月因侵犯新疆人权 而被欧洲议会制裁的四名新疆官员之一 根据中共体制的惯例 每次中共党代会前 各省的地方高层都会大换班 预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省市的高层官员 出现人事变动 也是外界分析中共政治动向 权力分配的重要指标 新疆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